在这个世界上,有一种人和一般人不同,普通人生下来都是以活着为目标,为此不断的努力,奋斗,但是那群人却是以死去为目的,他们终其一生都在为死亡做准备,那群人便是日本修行肉身舍利的僧人。 在日本,僧人认为,能够修行成为肉身舍利是得道的体现,所以有很多人以肉身舍利为目标,这样的僧人肉身舍利目前在日本有四具。 相比而言,日本的肉身舍利是被埋葬在一般的泥土墓穴中的,而且大脑和内脏一应俱全,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够保证肉身长期不腐烂,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 终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,专家们搞清了日本肉身舍利长期不腐的原因,日本这四具肉身舍利出自日本的一个佛教宗派,甄严宗。 甄严宗的创始人空海大师,一千多年前来到中国,在中国学习了一段时间后,空海回到了日本,创立了甄严宗。 空海大师回日本之后,最为特别的一件事,就是设计了一套成为肉身舍利的苦修方法,这个方法总共有三个步骤,前前后后需要十年。 第一个步骤总结来说就是挨饿,而且要挨饿三年多的时间。 修行者在三年里什么都不能吃,只能吃松针和森林里自然长成的坚果和种子。 不仅如此,修行者还要每日进行大量的锻炼,这样日复一日,摄出的能量少,消耗的热量多,不仅身体内的脂肪被消耗的所剩无几,就连肌肉里的蛋白质都被消耗的差不多。 第二个步骤和第一个差不多,也是持续三年多。 在这三年里,修行者还要继续挨饿,只不过吃的东西变成了松树皮和树根。 在这三年里,修行者也不再进行大量的体力锻炼,而是进行长期的打坐来代替。 打坐是用来降低自己身体的新陈代谢,来适应如此低的能量摄入。 经过这六年多的挨饿,基本每个修行者都骨瘦如柴,身体的脂肪含量和肌肉含量都降到了最低,这样一来就减少了死后尸体腐烂的可能。 第三个步骤和前两个不同,它是在修行者死亡之前经历的一个步骤。 在这段时间内,修行者要喝一种茶水,这种东西相当于毒药,它会使服用者大量出汗,呕吐,排尿,有一些人甚至还会出现严重的过敏反应。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,修行者体内的水分被大量排出,而且七树枝的某些成分会留在体内,防止死后蛆虫的啃食。 除此之外,修行者在此前还要吞噬一种沉淀物,经过专家的研究发现,这种沉淀物含有大量的参。 众所周知,P霜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毒性,就是因为含有参。 在中国,P霜是一种剧毒的毒药,不仅可以杀人,还会用来当作防腐剂。 而修行者吞噬这种沉淀物的目的,大概就是让自己的尸体防腐,而且身是不会排出体外的,可以杀死体内的细菌。 修行者真正走上死亡之路的,是进入一个能够容忍一个人的墓地,在里面打坐。 这个墓地只有一个管子,通向外面,保证修行者的呼吸。 修行者还会拿着一个铃铛,等到过了几天或者十几天后,墓穴里不再有铃铛声,外面的人就会将管子拔掉,将墓穴彻底封死。 又这样过了三年,外面的人还会再将墓穴挖开,结果却不尽相同,有的人真的成为了肉身舍利,而更多的人已经腐烂。 即使经历了十年的修炼,任何一个环节如果没有做到位,最终也将功亏一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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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